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更是不该发生的车祸呀 2012年5月29日 深圳滨海大道上一辆风转一山 第二跑车跟风车似的一路旁温 我走到那个夏沙公园的时候 就是从我左边有一个跑车 还呼啸而不 可能150以上吧 此时一生日以后 狂奔的跑车发出的红车 从显微游回刺耳 红色尼桑GT2跑车一路狂奔 转眼就把其他车辆转在身后 我就一直跟在他后面 走到那个红树林那里的时候 我看前面怎么起火了 我想着肯定是那个跑车撞到哪里 我以为是那个车起火了 后来我到那里一看 我三台车 一辆纯电动车 那个出租车 后屁股起火了 正所谓乐极生悲啊 到底还是出事 根据事后对现场的勘察 以及目击者提供的证词 警方还原了事发现场的情况 这尼桑跑车行驶到深圳滨海大道 桥腾东路段时 以不低于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 先后以两辆正常行驶的出租车 发生碰撞 其中一辆出租车失控 尾部与右侧绿化带速度相撞 随即燃起熊熊大火 更要命的是 由于受到碰撞后 出租车的车门没法打开 造成出租车里一名司机 两名年轻的女乘客 被困在车里当场死亡